姥姥有两儿一女,我妈最小,老爷年轻的时候患上了腿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干起活来也特别费劲,在那个全靠劳力的年代,姥姥家成了全村最穷的一户人家。 因为家里穷,大舅很小就辍学,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大城市闯荡,后来凭借着真诚和能说会道,很快就拉拢了一帮人,组建了包工队,收入也逐年上升。 赚钱后,大舅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给姥姥建新房,因为大舅,姥姥家从村里最穷的人家,一跃成为人人都羡慕的气派人家。 当初大舅让我二舅跟着他干,可二舅脾气降,说话冲,一不留神就把客户给得罪了。 大舅不得已,出资给二舅开了一家五金店,因为有大舅罩着,二舅店里的生意每天都络绎不绝。 姥姥看到两个儿子有了出息,走起路来都带着古威风,谁也不敢再小瞧一眼。 之后,两人都各自娶了媳妇,在城里安家落户了,家里有钱了,我妈一直读到高中, 我老害怕我妈也留在外面,就好说歹说的不让读了。 有姥姥做媒,给我妈在同村找了婆家,我妈就这样被姥姥安顿到了自己身边。 自从我妈结婚后,姥姥家的农活基本都是我爸妈在干。 在老爷彻底瘫痪那几年,也一直是我妈依不解代的伺候,两个舅舅偶尔回来,也都是给姥姥一笔钱,让她不要省着,想吃啥吃点啥。 舅舅们给姥姥这些钱,我姥姥从不会给我妈一分,舅舅们前脚一走,姥姥后脚就去镇上,把钱存了起来。 因为这,我妈总是私下里愤愤不平地埋怨姥姥,可隔天她就屁颠屁颠地去姥姥家帮忙了。 后来姥爷去世,我妈去姥姥家的次数有增无减,只要家里炒个菜,我妈也要扒拉一点给我姥姥送去。 可每次去姥姥家,总能听到姥姥没完没了地数落我妈花钱太大手,做事太毛躁。 不会过日子,以后有她苦的时候,我妈就处在那儿,也不反驳。 有次,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回怼姥姥,你怎么老说我妈大手,你不知道这钱花到哪儿吗? 你家里吃的,用的,穿的,哪一样不是我妈买的? 我姥爷瘫痪那几年,用的哪一样东西不是我妈买的?你给过几次钱了? 还说我妈大手,我还想说,你太空门呢,我话还没说完,我妈就硬把我拉了出来,自从那次,我再没听我老叨叨我妈。 事后,我妈不满地警告我说,你姥姥被你对得偷偷抹眼泪呢,你以后不要说她,那是我娘。 我都舍不得说,你凭什么说,我妈说着,说着,就哽咽了起来。 看我妈这样,我也特别后悔,哪有外孙女数落姥姥的道理,只怪自己太不懂事了。 一晃眼又过了十多年,大舅和二舅家的生意大不如从前,前年姥姥也突发疾病去世了。 姥姥在弥留之际,把大舅,二舅和我妈叫到身边说, 娘和你爹这辈子没啥本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们分,就是家里老大出钱给盖的这排房子,还有咱家那十母弟还有二十多年才到期。 你看你们俩兄弟,姥姥话音还未落,大舅妈就抢先一步说,我们家要房子,那房子本来就是我老公出钱盖的。 二舅妈不满地说,那十母弟能值多少钱? 房子虽说是大哥出钱盖的,那不是给娘盖的吗?既然是娘的,我们家也有份。 见两个舅妈嚣张跋扈的,我大舅大吼一声,又完美了,现在娘还在床上了,你俩要吵出去吵。 两个舅妈恼怒地当即走了出去。 姥姥随后把手指上的金手镯拿下来,放在一本书上,递给我妈说,小女,这金手镯娘待了二十多年了,你拿着留个念想,还有这本书是娘最爱看的,你想娘的时候,就拿出来翻一翻。 我妈接过书和手镯,瞬间哭成了泪人,几天后,姥姥去世。 葬礼结束后,邻居问我妈,你娘给你留了不少钱吧? 我妈当时尴尬极了,也不敢说一分都没留。 回家后,她就越想越不甘心,自己没日没夜地伺候了姥爷,又没日没夜地伺候了姥姥,最后只得到一个金手镯。 我妈知道我姥姥有存款,那几年,姥爷还在世,大舅和二舅正发达的时候,没少给我姥姥钱,我姥姥又是个特别节俭的人,这些钱一定是姥姥偷偷给我两个舅舅了。 到底人家儿子才是根,女儿终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一想到这,我妈就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竖算起我姥姥,还恼怒地把姥姥留给她的书和金手镯丢在了一个不起眼的抽屉了。 两年后,我弟要结婚了,为了买婚房和车,家里欠了不少外债。 婚礼前几天,我和我妈收拾家里。 我打开抽屉,一眼就看到当初姥姥留下来的书和手镯,忍不住拿起来随便一番,这一番不要紧,里面掉下一张银行卡,书的四周还密密麻麻写得很多字。 我赶紧拿给我妈看,只见上面写着,小女,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娘已经不在了,娘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花钱总是大手大脚,又性格软弱,没主意。 小刚,我弟,以后还要娶媳妇,花钱的地方多的是,你总说娘,抠门,娘这些年把你两个哥给我的钱都攒了起来,大概有二十多万。 你到时候娶出来,留着给小刚娶媳妇用,密码娘写在书的最后一页了,读着读着,我妈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娘啊,小女错怪你了,我红着眼眶拿起书,在书的空白处,姥姥详细地列出了我妈的缺点,做事毛躁。 以后有了儿媳妇,人家会嫌弃你,这个一定得改,做人不能一味忍让,尤其和儿媳妇,心里有啥不满,都要大胆地说出来,这样家庭关系才能越来越和谐。 原来一直以来,我们都错怪姥姥了,这本不起眼地书成了我姥姥这辈子留给我妈最为珍贵的礼物。 父母之爱子,则为知迹深远,父母心里其实都有感称,所有的付出他们都看在眼里,有时候只是不说而已。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完美受害者。 出门买菜的时候,我掉进了下水道,被救时已昏迷不醒。 可没想到在这期间,家中发生了煤气爆炸,老公当场死亡。 我声泪俱下,一边哭,一边跌跌撞撞地往家里跑。 邻居们都感叹,我和老公情意深重。 只有我知道,我只是着急去看看我的成果。 毕竟不亲眼见到,我都放不下心啊,今日是周末,下着雨,刮着风。 我早早地便起床,将房间打扫干净,将老公还没有抽完的烟盒子,悄悄拿到客厅,放在餐桌他平日里坐的位子上。 那里也有一把打火机,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排骨,洗干净,焯了水,然后放入烧开的砂锅中,大火在烧开后,转为小火慢炖。 我家是二十多年房龄的老小区,六十多坪,是个两居室,即将要拆迁。 由于环境太差,很多人都已经搬走了,我们这栋楼就只有我们一户了。 小区没有安装天然气,依然是那种十分老的煤气罐。 这种老小区的厨房,一般都是在客厅阳台上的。 风大,将火吹熄灭了一次,刺敌的煤气味扑鼻而来,我又重新开火,刚燃起来,很快又被吹灭。 我看了一眼,将窗户关好。 老公,家里没有山药了,我只会去菜市场买,锅里炖着排骨,你待会起床,看着点锅里。 老公喜欢吃山药炖排骨,但我不喜欢。 我每次切了山药,手都会红肿过敏。 他瞪着我,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我都感冒了。 你还让我做家务,你是不是想累死我? 我连忙解释,当然不是,只是我们家的煤气老旧了,很容易稀,怕有危险。 他不耐烦道,快去快回。 我吃完下午,还有事儿,是去陪他和那个儿子吧。 他在床头找了找,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只有一把打火机。 再给我带包烟,要黄鹤楼,二十那种。 好,不过我怕我记不清名字,老公你把烟的名字发给我吧。 他翻了个白眼,小声骂了句,没用。 随即,我手机上收到了他发来的消息,二十的黄鹤楼,两包,去老郑那买。 我勾唇一笑,外面下雨了,风大,我把窗户给你关上。 我将家里所有的窗户关上,卧室门没有关。 我出门前,拿了把伞,站在大门口,可以将卧室一览无余。 他在被窝里玩手机,不知跟谁聊天,笑得一脸春心荡漾,与方才跟我说话的表情,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我在心里道,老公,永别了。 我撑着伞,不行十分钟,来到菜市场,买了山药。 我经常在这家买,老板也十分健谈,我们聊了几句。 老板说,今日下雨,湿漉漉的,都没什么生意,问我怎么大雨天,还出来买山药。 我说我老公爱吃,今天好不容易他也休息,就炖山药,排骨给他喝。 老板调笑,说我对我老公可真好,他可真有福。 我适时露出羞涩的神情。 买完山药,我看了时间,才过去十五分钟,回去路程十分钟。 我们那一栋靠近东门,人少,正大门在南门,要买烟,就要去南门。 从菜市场去南门,需要走另外一条道。 这条道没有监控,下雨天,更没什么人。 这条道一年久,已经坑坑洼洼,破烂不堪,现在已经将路围起来再修了。 而人行的道上,有一个下水道口,盖子是打开的。 路已经被打得烂糟糟的,要通过这条道,必须经过这个下水道口。 为避免有意外出现的目击证人,我撑着伞,逼着头,一脚踩在一颗石子上,重心不稳,我重重摔进下水道口。 机密的高度,并没有让我受很重的伤,只是身上有些擦伤。 这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毕竟我没有实验过。 但好在,我的右腿好像失去了知觉,我看了看,已经肿起了大包。 我想,应当是骨折了。 万幸,终于有拿得出手的伤了。 这下水道内,没有水,只有一些沉积的杂物,发着阵阵恶臭。 于是我把心一横,朝脏屋的地上狠狠撞去。 地上有一些不知名的硬物,我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便把头科的头破血流。 我看了看手机,十点五时。 而后,我将手机随意扔在一旁,手中提着的山药散落一地。 我保持着摔下来时,头着地的动作,倒在那,闭眼,像是昏迷了一样。 地上的恶臭,争先恐后地钻入我的鼻腔,令我恶心地想吐。 正如我面对我老公时那般恶心。 我的心怦怦直跳,下水道内很黑。 唯一的光源,便是那个井口。 但此时,井口被我的伞遮住了光源。 没错,我特意拿了一把双人的大伞,就是为了确保伞会卡在井口。 因为,这把伞是我救命的道具。 我期待不要那么早被人发现。 我掉入了下水道中。 一分一秒,都如此地漫长。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我隐隐约约听到有消防车的警报声。 我心底一震,难道,成功了。 此刻,我恨不得立刻起来,去亲眼看看,我老公究竟有没有有死。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 我必须要耐着性子,在这里昏迷,等待救援。 没过多久,我的手机传来嗡嗡的震动声。 我没有理会,手机响到自然停。 我的手机都设置得震动。 紧接着,手机又开始震动。 隔着网线,我都能感受到对方那气急败坏的模样。 不过,都与我无关了。 毕竟,我现在还在昏迷。 昏迷的人,怎么可能会接电话呢?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大喊。 有人掉下水道了,我得救了。 好心人打了119和120,我迷迷糊糊被抬上担架,上了救护车,进了医院。 我的腿被打上了石膏,头上缠着纱布,左手背上插着针,打着点滴。 护士将手机交给我,看着我的表情有些同情。 你之前昏迷了,手机一直响个不停,上百个未接电话。 我们便接了,说是你婆婆,我已经跟她说了你的情况,应该很快就来了。 我感激道,谢谢你。 请问我这个多久能输完呢? 我老公还在家等我拿山药回去炖排骨呢? 护士看向我的眼神更加怜悯,还有一个小时。 你腿骨折,还脑震大,好好休息吧,别想着排骨的事。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种表情,应该是电话一接通,我那好婆婆就先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顿。 甚至说了我老公出事的事,但护士为了我的伤情,不忍心告诉我。 我也很想知道,事情究竟怎么样了呢? 毕竟,我可是费了那么大劲,还将自己弄成了这幅鬼样子。 若是没有成功,我会骂老天的。 很快,我便知道了我牵肠挂肚的答案。 婆婆不顾护士的阻拦,静止冲进来,啪啪两个巴掌,狠狠扇到我脸上。 顿时,我的脸变肿得老高,嘴角出了血,头昏昏沉沉,额头上的伤也浸出了血。 这个老太婆,下手还是这么狠。 我被打蒙了,喊了一声妈,然后委屈地掉眼泪。 一个凶狠恶毒的恶婆婆,一个唯唯诺诺,受尽欺凌的儿媳妇,顿时便呈现在病友以及护士的眼前。 她被人拦住了,没法再打到我,就开始破口大骂。 你这个桑门星,不要脸的贱人,是你害死我儿子,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贱人,为什么要出门,留我儿子一个人在家? 现在他死了,都是你害死的,我要弄死你,让你给我儿子陪葬。 我呆愣住,失控问道,妈,你说什么? 谁死了? 你说,阿超怎么了? 何超,是我老公的名字。 婆婆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失声大哭,嘴里却不停地咒骂我。 老公,我拔了手背上的针,想起身,结果因为腿上打了石膏,一下子摔倒在婆婆面前。 我哭着求婆婆,妈,你告诉我,阿超到底怎么了? 婆婆的巴掌,拳头,再次落在我身上。 我却丝毫未觉,不顾护士地反对,拿了手机,单腿就往外面跳。 这里是骨科,在门口放着一根拐杖,我心中暗自道了声对不起,然后偷了拐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往医院外跑。 跑。 我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一边哭,后面婆婆也跟了上来。 在别人看来,我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事,急得命都不要。 只有我知道,我是着急去看看我的成果。 不亲眼见到,我都放不下心来。 小区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警戒线将我家那栋楼都围了起来。 因爆炸引起的火已经被扑灭了,消防车已经走了。 在现场的应当是警察,专门调查起火爆炸原因,以及死者死亡原因,要确定是意外,还是人为。 从外观看,房子被烧得并不是很严重,有些被烧过的痕迹,好在左邻右舍都没有住人。 这也是我敢用这个计划的原因。 何超该死,但我不能连累无辜。 警戒的警察将我赶走,我大喊,说那是我家,发生了什么。 我老公还在里面,求你们放我进去,求求你们。 我生死历劫,瘫坐在地上,绝望地嚎啕大哭。 下过雨的地上还躺着水,污水瞬间浸湿了我的裤子,以及我打着石膏的腿。 我脸上印着红肠的五指印,额头上的纱布沁着血。 配合着我生死历劫的哭嚎,任谁看了都会叹一句。 人间惨剧。 雨虽然没有某瓶却要生活费那天那么大,但也细细秘密打在我脸上。 雨和泪,根本早已分不清了。 可怜的我,三十几岁就丧夫,成了可怜的寡妇。 老公还死得那般惨。 更惨的是,我没有孩子,经过这次打击,我以后日子该怎么过哟? 这是我认真哭嚎的时候,别人叽叽喳喳同情我的话。 我是个不下蛋的母鸡,拜婆婆所赐,整个小区都知道。 我还是个逆来顺受,勤快又孝顺的人,整个小区也都知道。 很快,我和婆婆都被带到了警察局,不是派出所,是那种有法医,能查大案那种警察局。 警察审视的目光,令我浑身不适。 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两个警察,一个负责询问,一个负责记录。 林女士,不用紧张,我们只是例行调查,你如实回答便好。 我垂着头,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警察问,家里窗户为什么全都关炎了? 窗户严严实实,导致屋里浓度过高,无法排出,核超中毒。 而后又遇明火,引发爆炸。 我很惊讶,关窗。 我没有关窗啊。 应该是我老公起来关的吧。 今天下雨,他又感冒了。 我走的时候,还听他抱怨,风吹得他脑门疼。 说到老公,我又红了眼眶。 警察,你锅里炖着排骨,开着火,为什么会出门? 我抽烟,老公今日好不容易休息,可以在家吃个饭。 他吃了饭,下午还有食药出去,他最喜欢吃山药排骨了,冰箱里还有排骨。 所以我一大早变起来开始收拾,炖排骨,但却发现没有山药了。 老公便让我去菜市场买,他在家看着。 至于为什么一个大男人,要让老婆大雨天独自步行出门去买山药, 相信警察早就已经将何超与婆婆的秉性调查清楚了。 警察,你走的时候,何超是醒着的? 我点点头,嗯,我们都起得早。 老公鼻子堵,起来吃了药。 警察,他鼻子堵,不通气。 我,是的,感冒流鼻涕。 他吃了药,很可能就会打瞌睡。 他鼻子堵,所以闻不到煤气味道。 警察,你出门的时候是几点? 一般人是不会去记一个平平无奇的时间, 发生在几点的。 我摇头,没有注意。 警察用最温和的语气问, 似乎这是一个毫不重要的问题。 你买完山药,回来时, 为什么会走另外一条路? 我突然走另外一条路, 是很不正常的。 如果我没有走那条路, 我不会发生意外, 我会按时到家。 如果我在家,煤气一旦泄漏, 我便会发现, 及时开窗,便不会发生爆炸, 我老公也不会丢了性命。 我,我要去买烟。 警察,买烟。 我,是的, 我出门的时候, 老公让我给他买两包烟, 卖烟的地方, 从那条路走要近些, 不然就会从靠近 我家那个门那边去绕一大圈。 对了, 我记不住烟的名字, 我老公还给我发了信息。 我将手机微信打开, 何超的信息映入眼帘, 二十的黄鹤楼, 两包, 去老郑那买。 老郑就是那家小便利店的老板, 我老公经常在那买烟, 聊得很熟。 老公经常说, 老郑家的烟更正宗。 警察看了看, 点点头, 将微信上的时间记录下来。 我猜, 接下来, 他们就要根据我出门的时间, 去实验我步行到菜市场时间, 找到卖山药的老板, 在沿途调查监控, 或者虚造目击证人。 因为没有确定是他杀, 所以调查不会十分严格, 只会例行公事。 谢谢你配合, 林女士, 若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会再联系你。 从那小房间出来, 遇到了婆婆, 她情绪失控, 冲上前来就朝我身上打, 我拄着拐杖, 站不稳, 又摔倒在地。 林婉, 你这个扫把星, 就是你害死我儿子, 就是故意报复。 这个杀人犯, 我要打死你。 我委屈哭道, 对不起, 都是我害了阿超, 我不该出门的, 婆婆历声尖叫, 你们听到了吗? 她亲口承认了, 就是她害了我儿子, 你们处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她抓起来。 她是杀人犯, 她一如既往的遗址气使, 却完全忘了, 这不是她的王国, 这是警察局。 警察十分敏锐地抓到 她话中的一句话, 故意报复。 在详细问时, 她却支支吾吾, 说不出来, 只一个劲, 让警察将我抓起来。 警察自然不可能乱抓人, 她就骂警察, 被我这个狐媚子迷住了, 被我贿赂了, 她要去告我们云云。 一场闹剧, 她也翻不出什么浪花。 我知道, 第一阶段, 我熬过了。 接下来, 警察就要围绕故意报复, 去查我与何超之间的夫妻关系, 社会关系。 查, 我还怕你们不查, 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我回了婆婆住的地方, 但被赶出来了。 那套房子, 是我与何超的婚房, 一套三居室, 首付是我和我爸妈给的。 我找了个破旧的小宾馆, 暂时住了下来。 很快, 保险公司联系到我, 说让我准备材料, 办理何超深顾理赔。 我沉测在悲痛中, 不做理会。 一个刚死了深爱丈夫的女人, 除了悲痛, 对其余任何事情都应该是提不起兴致的。 我知道, 有的是人替我着急。 保险公司没有那么神通广大, 被保险人申雇, 他们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而且还催着人去办理理赔。 实际流程应该是由被保险人家属, 或者受益人, 投保人, 进行报案。 我根本没有报案。 满心悲痛的我, 不应该第一时间就想到老公的赔偿金的。 应当是小三, 穿多婆婆悄悄去将保险金领了, 结果被告知, 要我才能领。 所以保险公司才会给我打电话。 他们应当是准备在我将保险金领了后, 再像以前一样, 骂我一顿, 再说几句好话, 我就能乖乖将钱交出来。 何超的保险是意外险和定期受险。 不同于重疾险, 这两种保险的保额高, 保费相对低, 杠杆十分高。 当然, 他不可能花钱买保险, 受益人舔我。 一开始, 这两份保险就是为了用我的性命, 来换取他们一家三口, 加上婆婆, 后半辈子大富大贵的。 我在保险单上签下子那刻, 便是我下定决心要杀了何超之时。 我与何超是七年前, 公司的同事, 他长相出挑, 待人和善, 同事们对他评价颇高。 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老家是农村的, 家中有个寡母, 一穷二白, 在大城市无车无房。 对不起, 不是贬低农村人, 农村不背锅。 就算是本地人, 但要买房, 也要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 而他的家庭背景, 在我们的城市要买房立足, 根本是天方夜谭。 他读的是普通大学, 能力平平, 家庭贫困, 一切都平平, 除非祖坟冒清烟, 否则, 这辈子也就这样平平凡凡, 跌跌撞撞地过了。 大城市的女孩子, 尤其是我们公司的, 接触的都是高端的生意人, 眼界自然高。 哪怕和超长相的确优越, 但一看她的条件, 女孩们还是敬而远之。 我家就是本地人, 家庭也是平平无奇的工薪阶层。 但是我家有房, 两套房, 一套爸妈住, 一套就是这个老房子。 是当年爷爷奶奶的房子。 爷爷奶奶过世后, 爸妈继承了这套房子。 但房子太老旧, 爸妈也早早就出去买了房子, 所以老房子就一直空着。 我在公司也是平平无奇的一个小员工, 扔在人群里都找不出来那种。 很自然, 我们两个凡人, 慢慢就走到了一起。 何超是很暖的人, 对我很好。 交往三年, 我们顺理成章结婚。 何超家中条件不好, 我爸妈没有要彩礼, 也的确对这个女婿满意, 便给我凑了点钱, 加上我的积蓄, 付了首付, 买了一套小三室。 因不想房费影响生活, 首付付了七成。 房子写的我们俩的名字, 婚后生活很甜蜜, 很幸福, 每天做饭, 洗碗, 打扫, 做家务, 做着传统女人所做的那样, 相夫教子。 不对, 我没有孩子。 结婚三年, 我怀孕了, 何超便提出, 要将婆婆接到城里来照顾我。 我同意了, 却没有想到, 是我噩梦的开始。 其实一开始, 婆婆对我挺好的, 每天都问我想吃什么, 她给我做, 不要饿着她的乖孙儿。 我去散步, 她会来扶着我, 嘴里说着, 不要累着她乖孙儿。 孙儿, 孙儿, 我理解的是孙子和孙女儿。 起初我没有当一回事, 小区所有人都夸我有福气。 有个那么好的婆婆, 有一天, 婆婆又一次将酸的难以入口的橘子给我吃, 说她孙儿肯定喜欢吃, 我便开玩笑。 妈, 你怎么知道就是孙子, 万一是孙女呢? 谁知, 她当场就翻了脸。 说女人就是要生儿子, 她只有何超一个儿子, 若是不生儿子, 他们家就断了香火。 生不了儿子的女人, 就如同不下蛋的母鸡。 我很惊讶, 没有想到, 对我那么好的婆婆, 竟然是这种封建思想。 晚上, 我将这个事告诉何超, 谁知, 何超也是同样的想法。 还说她妈一个人将她拉扯大不容易云云。 哄了半天, 我也没有再继续纠结, 老人家都是这种思想, 而且我肚子里的, 不管是儿是女, 都是姓何, 总不至于, 是女儿, 他们就不要吧。 我太低估了人性的恶。 在我怀孕五个月时, 何超带我去产检, 婆婆也跟去了, 只是那天, 他们神神秘秘的。 从医院回来后, 婆婆对我的态度, 转了个180度的弯。 她一改往日的殷勤, 整日对我横眉竖眼, 直使我做这做呢, 嘴里害骂我没用的东西, 扫把星, 要害他们和家段子绝孙, 不下蛋的母鸡之类的。 我猜测那天, 他们应当是使了什么手段, 知晓了胎儿性别, 直到在他们的折磨中, 我发生意外, 五个多月的孩子没了, 我再也做不了母亲。 我是不小心滑倒, 从楼梯滚落, 昏迷不醒, 孩子缺氧, 已经胎停, 只能隐产。 但我大出血, 伤了子宫, 差点将子宫切除。 病床上, 我刚做完手术, 麻药还没有过, 我迷迷糊糊, 便听到有两个人在说话。 是婆婆和何超。 婆婆, 我哪知道她怀的是个带把的。 若是知道, 我怎么可能会在楼梯倒游, 让我的乖孙孙就这么没了。 都怪那个医生, 还有这个贱人, 那么没用, 连个孩子都保不住。 何超, 妈, 小声点, 别说了。 婆婆, 怕什么? 这个桑门星, 现在是个不下蛋的鸡了, 你赶紧跟他离婚, 重新找一个好一点, 赶紧给我生了孙子。 何超, 妈, 这事儿不急。 婆婆, 怎么, 你还想抱着这个桑门星过一辈子? 何超, 当然不是, 妈你想, 如果离婚, 房子她得分一半, 而且, 她家里还有两套房, 多不划算。 婆婆一听要分房子, 立刻着急了, 说一切听儿子的。 我大脑一片空白, 简直不敢相信我说听到的一切。 我之所以滑倒, 是因为婆婆嫌弃我怀的是个女儿, 所以故意在楼梯口倒游。 我的孩子没了, 我身体坏了, 我再也不能做妈妈了。 而何超, 我同床共枕三年的老公, 也是任由他妈害自己的孩子, 见我不能再生育, 还要算计我的房子, 跟我离婚。 那时, 我恨不得立刻跳起来, 将这恶魔般的两母子给杀了, 都难解我心头之恨。 但我因这药物的作用, 根本起不了身。 我冷静下来, 细细一想。 第一, 我没有任何证据, 不管婆婆还是老公, 都名声在外, 当然, 都是好名声。 没人会相信 他们会害自己的亲孙子, 亲生孩子。 第二, 我才做完手术, 身子差, 根本不是一个常年, 做粗活的妇女, 以及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的对手。 第三, 如果我杀了他们, 或者伤了他们, 我就得坐牢, 会连累父母。 父母这一辈子都老老实实, 绝对不能有一个杀人犯女儿, 给他们抹黑。 我决定, 先按钉不动, 养好身体。 或许是因为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小愧疚, 又或许是看在房子的份上, 出院回家养身体那段时间, 婆婆并没有太过苛待我, 只是明里按理地讽刺我。 我身体养好后, 毫不意外, 沦为了家里的奴隶, 而何超回家时间却越来越晚。 我经常在他身上, 闻到香水味, 衣服上, 看到口红印。 我经常趁着买菜的机会, 去跟踪调查他。 很快, 我找到了 他的小三, 一个漂亮到有些妖娆的女人。 他肚子已经很大了, 婆婆这段时间也走路带风, 随时哼着小曲儿。 看来, 是已经去检查了, 是个男孩。 我偷偷在家中放了录音笔, 监控器, 我每天趁着他们睡觉后, 独自欣赏, 他们商量如何才能让我净身出户。 方案有很多, 第一, 花钱找人来勾引我, 然后设计桌奸在床。 我父母都是老实人, 要面子, 他们可以以此威胁我净身出户, 身子从我爸妈身上, 咬下一块肉。 第二, 将我拐卖, 电视上演了很多人贩子拐卖妇女的案例, 但他们觉得, 人口失踪, 要两年才能自动离婚, 而且我爸妈肯定会报警找我, 风险太大, 抬除。 第三, 下毒, 下慢性毒, 让我身体坏掉, 但我不是傻子, 我身体不舒服, 会去医院检查, 若是检查出来, 是中毒, 我肯定会报警, 会查到他们身上。 而且现在任何有毒物质, 都管控很严格, 除非特殊人群, 根本弄不到毒, 所以也排除。 第四, 让我意外死亡, 只要我死了, 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死了老婆的, 有房有车的青年男人, 还是长得好看的, 没有脱油瓶的男人, 但是, 我若是死了, 我的财产, 我爸妈也有份, 他们舍不得将钱分给我爸妈, 除非, 我的死, 带给他的利益, 远远大于分给我爸妈的那部分钱财。 杀妻骗保, 现在人们的保险意识非常强烈, 要给孩子买教育保险, 让孩子上学都有一笔教育金, 要给孩子买中极险, 趁孩子年龄小, 将保费锁定到最低, 要给家庭经济支柱买意外险, 中极险, 终身受险, 毕竟明天和意外谁会先来, 可对家庭负责的人, 应当给自己将保险都上齐全了。 万一哪一天发生意外, 家里房贷谁还, 年迈的父母谁照顾, 年幼的孩子的生活费, 教育费谁出。 所以, 买保险, 如果我死了, 他们就能拿一大笔的保险金, 只要买得够多, 就能让他们后半辈子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而我死后, 分给爸妈的份额, 对于他们来说, 就微不足道了。 我十分感谢他们, 将各种杀人的方法分析得如此透彻。 确定了方法后, 第一就是要先去买保险, 然后再确定具体怎么实施杀人。 何超找了一个保险代理人, 详细地咨询了什么样的保险, 花钱少, 而且能拿到的钱多。 我做了手术, 重疾险肯定排除, 因为有免责条款, 虽然有申雇赔偿, 但是有等待期, 九十天。 这个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久了, 而且等待期内不赔。 最重要的是, 费用高, 保额低。 保额也就是最后赔偿的那个金额。 最适合的就是意外险和定期受险。 终身受险太贵, 保险代理人给他介绍的时候, 直接否定了, 代理人便提出可以定期受险代替。 比如保二十年, 在二十年内申雇, 不论是什么原因申雇, 就能获得申雇赔偿金。 受险, 本身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标的。 而意外险更不用说了, 众所周知的便宜, 赔得多。 他带着保险代理人来与我面谈时, 说得天花乱坠, 说他多么爱我, 对我多么好, 给我花那么多钱, 就是为了给我个保障。 我心里冷笑, 只有重疾险, 被保险人才能在活着的时候花到。 意外和定期受险, 都是人死了才能拿到的。 当然, 意外残疾, 也可以活着花, 意外医疗不算。 我一脸幸福, 谢谢老公, 但是你那么辛苦, 也应该给你也上一份的。 保险代理人十分专业, 立即又推了夫妻互保的产品。 或许想到我也活不了多久, 这些保费, 也只交一次, 也怕引起我怀疑, 便同意了。 我们双双在电子保单上签了字, 从他卡里扣了钱。 我们互为投保人, 互为唯一指定受益人。 他太心急, 不太懂指定受益人是什么意思。 我们担任的保额七百万, 定期受险, 意外险逐险, 附加险, 全部按照最高保额来买的。 甚至一百五十元一张, 保额五十万的意外险卡单也没有放过。 电子签完, 就是等待只至合同的时间。 他们趁我不在, 在家里商量如何让我意外死亡, 列举了几十个方案, 经过查询大量的资料, 浏览大量网页后, 都被一一否定。 其中就包含了让我煤气中毒, 不过我们的婚房不具备条件。 我很感谢他们将各种杀人方法的利弊, 都分析了个透彻, 让我不用查, 从而留下证据。 大数据时代, 你就算将所有记录都删除, 警察同样能查到, 你曾经浏览过什么, 对比他们心怀叵测, 查大量资料想杀我。 而我干干净净, 十分完美, 就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但, 在他们还没有拿出确定方案时, 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爸妈继承的那个老房子, 要拆迁了, 富贵迷人眼, 他们已经不满足要吞我那套房子, 以及我死后的七百万赔偿金, 他们还想要我家的拆迁款。 老房子在市中心, 是我们这第一批商品房, 一大片都是又老又旧的。 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房价死贵, 能赔大概三四百万。 于是, 他们商量暂且放过我, 大慈大悲让我再多活一段时间, 带拆迁款拿到手, 哄骗我买房。 然后他们再想办法, 写成他妈的名字, 当作赠语。 为了能多谈一点补偿费用, 何超决定, 搬去老房子, 做了钉字户。 而我们的婚房, 就说出租一间出去, 补贴房贷。 那成租人, 就是小三, 和刚几个月的私生子。 签租房合同那天, 我在场。 那孩子, 长得跟何超像极了, 而且, 是个儿子。 我打内心恭喜他们, 他们家的皇位, 有人继承了。 我猜, 这私生子, 跟何超长那么像, 应该没有做过亲子鉴定吧。 我们搬到老房子, 婆婆经常过来看我们。 不对, 是在小区打探情报, 究竟什么时候拆迁, 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我依然像个保姆一样, 他们马上就要有钱了, 就要成为千万富豪了, 所以越发看不上我。 我都能猜到他们整日都在想什么。 除了念着钱什么时候拿到, 就是整天算计, 该怎么才能不着痕迹杀掉我。 正如我整天都琢磨, 该怎么杀掉何超一样。 在搬进来第一天, 我开火做饭时, 风将火吹灭了一次, 我就有了初步的想法。 而根据他们之前分析的煤气泄漏, 一氧化碳中毒, 这个方案, 在这个老房子, 已经具备了实施的条件。 但, 中毒容易就回来, 若是加上爆炸, 那就真的事故无存了。 但, 怎么把我从这事当中摘除, 就是个问题。 同住的人, 要怎么才能排除嫌疑? 发生爆炸时, 我不能在场, 但是我必须拥有完美的不在场的理由。 这个理由, 我想了好几个月, 直到前几天, 我无意间经过那条路, 发现正在翻修, 我一个不小心, 差点掉入那个下水道时, 我灵光一闪。 一个完美的, 合理的不在场证明, 在脑海浮现。 若是在家里发生煤气泄漏甚至爆炸时, 我不小心摔在下水道警中了呢? 摔下去, 肯定会受伤, 我有手机, 可以求救。 不行, 我必须无法求救。 摔下去, 受伤昏迷了, 所以无法求救。 对, 合情合理。 至于我为什么要走那条道, 很简单, 去帮和超买烟, 或者想个其他什么借口, 我想不出来, 只有买烟。 紧接着, 我需要一个时机, 让和超在家, 且合理地让煤气不小心泄漏, 合理地关窗, 且不能让和超发现, 甚至, 能够让屋子合理地出现火源。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如果在家, 根本可能闻不到煤气味道, 更不可能会在煤气满屋时, 点火。 没有想到, 上天都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这几天气温下降, 连续阴雨。 和超感冒了, 他一直抱怨, 鼻子堵, 呼吸都困难。 都怪我们家的老房子, 楼层矮, 又阴又潮, 让他生病。 鼻子堵, 那就是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感冒了, 吃了药应该会昏昏欲睡吧。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我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将所有的流程, 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 确保没有任何的闪失。 堵, 这是一场好堵。 第二天, 我按照计划, 炖排骨, 和超爱吃, 这是合理的动作。 关窗, 是因为和超感冒了, 天又下雨又刮风, 一般家庭都会在下雨天关窗的, 和情和理。 煤气泄漏, 是因为小区老旧, 没有安天然气, 用的老旧的煤气罐, 而且灶台老旧, 的确很容易自然熄火, 小区很多人家都这样。 和超一个大活人, 为何会闻不到煤气味道? 因为他感冒了, 鼻子堵, 而且还吃了药, 昏昏欲睡, 所以根本没法发现煤气泄漏, 合情合理。 至于为什么会爆炸? 这一点, 我只是堵。 他是离不开烟的人, 床头没有烟了, 所以会让我买, 我就有合理的理由, 从菜市场, 走那条路, 从而摔进下水道井。 而他睡醒了会起来上厕所, 便会看见桌子上还有烟, 他只会以为是自己 昨晚吃饭时放在桌上的。 一早上没有抽烟, 他定会迫不及待地抽。 一旦点火, 当然, 这些计划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和超会不会睡, 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醒, 不确定他会不会闻到煤气味道, 不确定煤气泄漏的浓度, 是否足以毒死他。 不确定他会不会起来, 会不会看到桌子上的烟, 拿起打火机, 至于他让我买烟, 我可以说是口头说的, 合情合理。 但以不清楚烟的名字为由, 让他发信息更加实锤。 毕竟一个从不抽烟的女人, 对烟的名字是真的不懂。 就像女人的化妆品, 男人不懂, 粉底液和气垫, 高光, 阴影, 修容, 眼花缭乱的口红色号, 一切都是生活中 合情合理的细节。 但就是这些细节的组合, 要了合超的命。 办理保险理赔, 需要公安机关, 或者派出所开具的 认定为意外死亡的证明, 火化证明, 以及个人证件。 已经过了一周, 警察已经将事故现场。 以及我的合理不在场证明, 都调查了个遍, 包括合超出轨。 但警察可管不了别人 出轨不出轨的。 令我惊讶的是, 警察居然找到了监控, 证明那天, 我撑着伞是不小心 掉进下水道井。 原来, 为了防止有人偷钢筋, 工程队新装了一个监控。 监控上显示, 我掉进去的时间 是10点49。 我微信上 合超给我的信息 是10点29。 从家中 步行到菜市场, 大概10分钟, 逛了一会, 买山药, 削皮, 5分钟, 从菜市场出发到 发生意外, 大概5分钟。 期间没有任何人经过。 过了两个小时, 才有人经过, 发现了那把伞, 我才获救。 我的不在场证明, 行程完美闭环。 而根据现场勘验, 就是煤气泄漏, 男主人感冒睡着了, 醒了过后, 鼻子不通, 在客厅抽烟, 点火那一刻, 发生爆炸。 至于窗户, 这种天气, 家家户户都关得 严严实实的。 这次爆炸, 就是单纯的意外。 所以, 警察以意外结案, 还在小区进行了 煤气安全教育。 当我去找他们开具 意外死亡证明, 用以领保险金时, 我看到, 警察眼眸中 浮现出异样的光。 那是猎人, 遇见猎物的眼神。 但他们不动声色, 将证明开给了我。 我要利用他们 既拿到赔偿金, 还要拿到我应得的财产。 毕竟, 钱婆婆那边 还没有动静, 我和何超的财产 还没有分割。 现在, 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为防止他们苟急跳墙, 同时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警察监视我, 其实也是变相保护我。 就算我不这么做, 保险金很快也会爆出来, 我照样会被怀疑, 不如大大方方。 果然不出所料, 警察找到了 那个保险代理人, 一番调查 要买保险的人是何超, 再三咨询死亡, 赔付细节的人, 是何超, 让代理人做计划书时, 做最高保额的是何超。 保险代理人 与何超的微信聊天, 清清楚楚。 而我, 只是当天一时感动, 让我的老公买一份 同样的保险罢了。 出轨, 撕生子, 巨额保险。 警察嗅到了一股阴谋的味道, 是针对我的阴谋。 他们重新查了何超, 没有被完全炸坏的手机, 专业的数据修复后, 长达一年的计划杀期, 各种杀人方法的查询记录, 怎样买保险赔的更多, 但他们还没有实施。 所以, 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只是警察开始怀疑, 我知道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反杀。 好在, 我在发生爆炸当天, 回我们的婚房, 便将所有录音笔, 监控, 全都拆了。 否则, 我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 被钱婆婆打出来呢? 警察甚至传唤我, 让我提供了手机, 翻来覆去查了个遍, 都没有查到我有任何关于保险, 关于杀人, 关于煤气等的浏览记录。 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 只得相信, 我真的是个可怜的女人。 老公出轨, 养私生子, 一家人整天计划着杀我, 夺我的遗产, 我的保险金。 我还哭哭啼啼, 每天沉浸在老公去世, 被婆婆误解, 赶出家门的痛苦中。 我茶不思, 饭不响, 头不梳, 脸不洗。 将丧夫的痛苦, 演绎得淋漓尽致。 就连保险金, 都是别人三催四催的, 我才去找警察, 开证明去办理的。 我甚至在老公为数不多的尸块火化时, 哭得晕倒了。 为了能晕得更真实, 我可是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 我就是个完美的受害者。 这是警察对我的评价。 拿到赔偿金后, 前婆婆带着小三和私生子, 打上门来。 此时, 我已经在外面租了一套便宜的房子, 单间, 很简陋。 他们上门的目的很简单, 我和何超的房子, 前婆婆去办理继承, 但没有我的放弃继承声明, 他过不了户。 还有, 问我要保险赔偿金。 你就是个桑门星, 嫁给我儿子, 不仅没有给我儿子留个后, 工资也低, 吃我家的, 用我家的, 你识相的话就把放弃继承签了。 我委屈, 妈, 那个房子首付是我和我爸妈付的, 还借了些钱, 钱婆婆, 你不要给我讲这些。 房子上面有我儿子的名字, 房子贷款也是他供的, 他现在死了, 理应由他的儿子继承。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不可置信, 什么儿子? 我看向那对母子, 他们不是租客吗? 钱婆婆有些得意, 这是我的亲孙子。 不像你, 那么多年下不了一个蛋。 我儿子的遗产, 自然应该由我孙子继承。 我的腿还没有好, 我摇摇欲坠, 对老公的背叛不可置信, 痛苦, 演绎得淋漓尽致。 阿超,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钱婆婆, 晦气的东西? 快点签了, 还有我儿子的保险金, 马上打给我, 否则我就去告你, 侵吞我儿子的钱, 让你坐牢。 妈, 那个保险金, 受益人是我, 你放心, 我以后会给你养老的。 什么? 你不给我? 你这个贱人, 桑门星, 拜金的玩意儿, 你就是图我家的钱, 你把我儿子害死了, 还侵吞他的财产。 你这是要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 你是想逼死我呀, 大家快来看, 我租的是老小区, 一楼, 不隔音, 很快便有很多人围观, 对我指指点点。 我像是一个恶毒的小三, 害死了人家的儿子, 老公, 还霸占人家的财产, 钱婆婆对他造成的局面十分满意。 我红着眼辩驳, 妈, 我没有, 是你儿子出轨, 还生了私生子, 房子是我家买的, 保险金是指定我为受益人, 我不会放弃的。 你这个贱人, 我的孙子才不是私生子。 我打死你这个贱人, 他扑过来, 又朝我身上打。 我一个瘸子, 自然打不过, 我也没有反抗。 这不符合我柔弱, 受尽欺凌的形象。 好心人报了警。 我身上多处受伤, 都不用做伤情鉴定, 肉眼可见的血淋淋。 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 如果做伤情鉴定, 根据我的伤, 钱婆婆会被行政拘留十五天, 罚款二百至五百元。 十五天就出来, 我何必呢? 见我没有回答, 钱婆婆又跳起来要打我, 说我害死她儿子, 霸占她的钱财, 不给她活路, 要打死我。 都被民警拦住。 我被威胁, 只能委屈巴巴说算了, 对不起警官, 给你们添麻烦了。 民警看了眼一旁的私生子二人, 再看看我这懦弱的样子眼神充满怜悯。 之后, 他们又来闹过几次, 钱婆婆和小三, 都发信息, 打电话威胁, 无非就是让我将钱给他们, 还要签放弃继承的声明, 否则就对我如何, 对我爸妈如何。 我全部存起来, 然后, 我收到了法院传票, 他们将我告了。 第一, 告我过失杀人, 因为我将何超单独留在家里, 导致煤气泄漏, 害死何超, 要求我赔偿他各项损失, 共计250万元。 当初负责勘查现场, 以及调查何超死因的警官们, 都出庭了, 并提交了证据, 证明何超死是意外。 我没有任何杀人动机, 能力, 以及时间。 前婆婆败诉。 第二, 告我侵吞何超遗产。 我提供了当年买房我爸妈的出资证明, 我个人的出资证明, 以及购房合同贷款合同, 房管局打印的房产信息明细, 因为房产证捏在前婆婆手中, 证明产权人是我和何超, 而首付是属于我婚前财产。 同时, 我提供了我的租房合同, 小三的租房合同, 证明我没有住在自家家中, 而是被赶出去, 在外独自居住。 然后, 我提供了保险合同, 证明我就是指定受益人。 指定了受益人, 申雇保险金, 便不会作为遗产分割。 最后, 我提供了前婆婆打我, 在派出所的调解书, 以及这段时间, 两人威胁我的短信。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之前负责何超案子的警察, 向法庭提供了一份材料, 我猜测, 应当是他们意图谋杀我的证据。 我委屈地哭, 妈, 何超走了, 我会将您当亲生妈妈一样照顾, 给您养老的, 该您的钱, 我会一分不少给您的, 可是您为什么会, 我哭得很伤心, 令所有人动容。 随即, 他们的律师提出, 遗产应当有何超儿子的一份。 我, 妈, 很对不起, 我没有给何超留下一儿伴女, 那个孩子, 若真是何超的儿子, 理应分一份的。 于是, 法官让小三提供有效证明, 证明这孩子, 就是何超的亲儿子, 是钱婆婆说的, 让她的宝贝儿子早日入土为安。 他们根本不可能证明, 那个孩子就是何超的亲生儿子。 律师, 律师费了很多口舌, 去解释这是为什么。 但前婆婆一律不认, 她只认那是她儿子的亲生儿子, 是她的亲孙子, 就必须要继承她儿子的遗产, 而且要大头。 最后甚至在法庭上咆哮, 说律师、 法官都被我这个贱人给收买了, 就是为了不给她活路, 要逼死他们孤儿寡母。 结果就是, 差点被以藐视公堂罪逮捕。 法庭宣判, 我和何超的八万存款, 是夫妻共同财产, 一半归我。 剩余四万, 何超的法定继承人评分, 我和前婆婆一人两万, 我总共六万, 前婆婆两万。 我们名下共同的房子, 首付由我以及我爸妈出资, 占总房款的百分之七十。 属于我婚前个人财产, 不参与分割。 婚后共同还款部分, 以及增值部分,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我分一半, 剩下的我与前婆婆评分。 当初买的时候, 花了一百六十万, 一百一十二万是属于我的婚前财产。 如今房子价值一百九十万, 七十八万为共同财产, 扣除当初贷款四十八万, 还了几年, 还剩大概四十二万多贷款。 也就是说, 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只有将近三十六, 我先分一半十八万, 剩余十八万, 我与前婆婆评分, 一人九万。 车子贬值, 只剩几万块价值, 作为合钞给婆婆的赡养费, 我也没有计较。 最终, 我给前婆婆九万房款, 以及两万存款, 一辆价值几万的车, 她放弃房子产权。 眼看到守得几百上千万费了, 他们自然不可能会接受, 于是继续上诉, 还继续来找我闹, 并且死活不搬走, 拒不配合房子稀产, 我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我成功继承了房子, 以最小的代价。 我赔了小三几千块钱的租房违约金, 转手将房子卖掉。 而后, 我将小三告上法庭, 要求返还我与何超婚姻存续期间, 他用夫妻共同财产为小三花的钱, 包含一辆十万左右的小车, 几个名牌包, 金项链, 金镯子, 金戒指, 为他租房的房租, 每个月打的生活费等等, 一共二十五万。 我很善良, 灵头抹去了的。 我作为何超的法定妻子, 拿结婚证, 火化证明, 去银行拉他的流水, 易如反掌。 他们找我闹得很厉害, 包含但不限于诅咒, 威胁, 撒泼, 撒泼, 谩骂, 动手打人, 找人上门打, 我没有再受过伤。 我是一个胆小懦弱的可怜女人, 就连告小三返还钱财, 都是律师看我可怜, 向我建议的。 为了保护我自己, 我在派出所附近租了个房子, 不管谁上门, 我都指着监控说, 不怕坐牢就来打。 最后, 法院强制执行, 是钱婆婆掏了钱, 替小三还上了我的钱。 这部分钱, 还按照法律, 分了一部分给钱婆婆。 他们最后, 一无所有。 小三大好的青春, 不可能浪费在何家, 所以, 她偷了钱婆婆的钱, 扔下孩子, 跑了。 后来, 钱婆婆抱着孩子来找我, 她说我已经没法生育了, 她将何超的孩子给我抚养, 让我当作亲生儿子, 不然我这么多财产, 以后都没人继承。 我给了她两百块, 像打发乞丐那样, 她又开始无休止地骂我。 我见她瘦了很多, 苍老了很多, 一脸疲惫。 后半辈子, 应该会过得很痛苦吧? 我没有告她害我流产, 终生不孕。 第一, 没有证据。 第二, 若是她坐牢, 每天有吃有助, 还定时放风, 有人权, 还可以采缝刃机, 多么舒坦。 她不配, 她必须在外面, 一把年纪, 喂养她家皇太子, 辛苦劳作。 直到死, 邻居都夸我大度, 还给小三的孩子红包。 如果是他们, 不打出去就算好的了。 我叹气, 爱, 孩子是无辜的。 邻居们恨铁不成钢, 你这人, 什么都好, 就是心善, 人善被人欺啊。 我家的老房子, 也确定了赔款方式以及金额, 总共四百多万, 加上保险金七百万, 卖房的一百多万, 我家总共一千多万了。 我给爸妈买了好几处房子, 用于出租, 升职, 一部分存定期, 然后搬了新的地方, 继续过着普通的生活。 从始至终, 我都是那个善良的, 甚至是软弱的, 可怜的女人。 任谁谈起我的故事, 都会认为我是受害者。 被和家人欺凌, 老公出轨, 婆婆恶毒, 小三上门, 抢夺财产, 还年纪轻轻就无法生育, 还守了寡。 我就是个完美的受害者, 毫无破绽。